大家好,我是A方 因为最近我们教会的人为了不让小朋友玩太多手机啊,平板电脑,电子游戏机什么的 所以我们拿了很多nerv,让他们在户外玩nerv,而不要去玩电子游戏 也因为这样,所以现在我手上有很多nerv在这里 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决定拍这个视频跟大家讲解一下不同的nerv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几个基本种类的nerv 最经典的就是这种左轮型的nerv 这个nerv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 这个nerv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跟线色左轮箱一样,是有转轮的 然后你要把子弹放在前面就可以射了 子弹射完以后呢,你只要很简单的把转轮拿出来,然后把子弹一颗一颗放进去 就跟现实的左轮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而且呢,这个左轮枪最大好玩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只放一颗子弹的话,你可以跟现实的左轮枪一样往俄罗斯轮盘 例如我们现在有一颗子弹在枪里,我们转它,然后 就可以玩俄罗斯轮盘了 这种左轮枪呢,最早是有一个国内名字大概叫做牛的版本 然后呢,因为前几年nerv更新了 所以现在出了这个叫做强壮牛还是精英牛的版本 也是,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nerv枪 然后下一种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国内的人一般叫它STF 它是一个电动的nerv枪 这种nerv枪的好处就是 它不用上板机 不用拉那个弹簧 所以呢,一个手就可以拿来射 它特点就是它前面这里有两个飞轮 然后你按着电动机呢,飞轮就会转 然后就可以射了 就是这样 而这个STF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有很多 更换配件用的龙骨 然后例如下方有龙骨 而且它后面跟前面也可以装枪托 跟不同的枪管 例如 这里有一个全吸瞄准器 我们可以装上去 这里有一个 枪用的把手 我们可以装上去 这里有一个火帽 火嘴帽 我们可以装上去 一个枪托 而且用不同的配件 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 所以这STF呢 也是1NRF的玩家里面 最常用的一把电动枪 而且呢 这个胆杂 虽然只有6颗子弹 你只要换不同的胆杂 那你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子弹 例如你可以换12个胆杂的 胆杂或这个25颗子弹的弹骨 就是根据不同需要去改变枪的用途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慢用的枪 而且 根据我说的 它这个电动枪 所以你只要一个手就可以用了 然后我们用那边的把 来试射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红点瞄准器呢 只要打开它呢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红点在那里 然后我们瞄准目标 然后呢 除了这种挡杂枪呢 除了这种电动的以外呢 还有一种是手拉的 就是这根扶仇者 说到扶仇者呢 他不得不跟那个STF一起说 因为呢 在大概是2013年吧 扶仇者跟这个STF是同时发售的 这个扶仇者呢 没什么特别 就是一个手拉的枪 他需要手拉枪 然后才能发射 但是呢 所有买STF的人呢 大部分都会买一把扶仇者 因为呢 扶仇者它有 它特点就是 这根枪的价钱不贵 然后它配了两三四个配件 它有一个把手 一根加强的枪管 一个枪托 还有它有一个12个打子弹的弹夹 而当年呢 STF推出的时候呢 它就只有 一个六弹夹的弹夹跟枪本身 就是一个很普通手枪造型的枪 所以呢 而且当时配件是没那么多的 所以大家都会买一把扶仇者 然后把扶仇者的配件装上去 再把它扶仇者的弹夹装上去 然后这个STF呢 就变成一把很有战术感的枪了 当然了 这并不表示扶仇者不强 因为它是用弹簧手拉的 所以威力呢 比电动的FPS还要好 所以呢 即使扶仇者的配件全部被拆给FPS 大部分玩家都会把扶仇者 留着作为一把父母器去用 而且他把所有配件拆掉以后呢 就跟手枪一样 就是那个造型也很有现代感 而且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刚出那个《梦幻之星》的PSP版的第二代啊 还是我什么忘了 那时候游戏里面有一些手枪呢 也是这个造型的 所以 那时候我买《福州者》也是为了做那个造型 是不错的一把枪 然后呢 一些基础的NUF里面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单发的手枪 你们不要觉得一把单发的手枪 看上去很弱 因为它是用气杆来推动的 所以那射程是非常厉害 而且威力也非常强大 小朋友们呢 玩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这种手枪 因为它轻容易携带 所以很多小朋友喜欢拿着这个枪 冲到别人后面 然后再从别人后面射它 虽然可能我们大人 用真枪的角度去看NUF的枪 觉得这个东西很弱 但在境界的角度来说 是一把非常强的枪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它力量有多强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了 帮您大家收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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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